同样也是最新消息 还有歌手阿沁在3月11号生日当天 才对着她的妻女在新歌发表会上亮相 没有想到她的太太花花 在今天就被查获持有二级毒品大麻跟吸食器 在晚间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北检 最后被五宝吃回 花花对着镜头鞠躬道歉 也强调整件事情跟她的老公都没有关系 另外阿沁在得知消息之后 也是主动到警局配合相关的检验 而在同一天被搜索的还有夜店大亨夏天号 在她的住家被搜出了大麻烟油 大麻巧克力跟烟斗吸食器等等违禁品 歌手阿沁的妻子花花走出北检 对着镜头频频举功道歉 这件事完全跟我老公没有关系 都是我自己的评论 我会好好出面对我的错误 然后也希望未来的生性状况可以越来越健康 不要再去依赖这些不好的东西 声音颤抖再度深深一鞠躬 直到身边的人把她扶起来才漫步离开 13号刑事局配合高检署执行全国安居速读专案 针对全台500多人进行搜查 其中一人就是阿沁的太太 网红兼职模特儿花花李问静 在台北住家被查扣二级毒品大麻及吸食器 依毒品罪嫌移送北检 警察官讯后无保持回 真的最感动的就刚刚有一首歌 就是我跟我老婆求婚的那首歌 十年前唱给她听 就在两天前阿沁44岁生日当天 才举行新歌发表会 老婆花花也到场力挺 一家四口幸福甜蜜 没想到花花却卷入持毒风波 而阿沁也主动到警局配合检验 新东家前婚未来则表示 各界不用担心 阿沁确信自己从未使用过任何不法物品 小心 大家小心 同样13号被搜索的 还有夜店大亨夏天号 在住家被搜出大麻烟油 大麻巧克力烟斗吸食器等 警方将持续厘清毒品来源 记者纵报道